有件事大家都想的 就是看TVB韋食台的高手过招 没错,农历新年又到了 观众可以一边看节目 一边学习如何做韩莲糕 高手过招又回来了 四位星级厨师轮流登场 将独门韩莲糕点制作步骤 和不败竅门大公开 四大高手有Denise White 刘俊、Jackie Yu和胡宗熙 记得逢星期六下午1点半、5点半 和晚上9点半 收看TVB韋食台 这次TVB韋食台高手过招 你会准备教观众炮制什么年糕 我会做潮式风味萝卜糕 平时大家吃的萝卜糕 通常都是纳米那类的 比较油利的 但是潮式风味 会用中国芹菜、青蒜 和肉碎来调味 里面会再加一些菜煲碎 大家平时吃的潮州菜 里面的元素都会放在里面 吃下去就会啵啵啵 这次我会做红棗椰汁糕 它分了三层 有两层就是红棗 中间那层就是椰汁 所以吃一口糕 已经可以有两种味道 其实这个糕最适合是蒸的 因为它很烟硬 而且烟硬得来 又不会太甜 又非常健康 可以配搭普利茶和一些热的茶 一起吃这个糕 就有一流了 这次我会教大家做红菜头年糕 我帮它改出一个名字 很容易投入的 就叫红运当头 亦会特别做红棗蓉 加了红酒 加了少许糖 加了一些肉桂条 来做一个比较稠的酱汁 你可以蒸也行 用来煎也行 我希望吃完这个年糕 像你这样越来越红 你也是